这个分享其实谈的就是说谈谈GameGem这样的一个现实游戏开发的一个挑战 我是一个设计师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同时也是异议者吧 目前正在这个Next Studio在主力一个叫做游戏加GamePlus的一个计划 就是在这个计划中我们希望把电子游戏和各个的其他学科事务 做一些这种创造和连接 来探索这个游戏可能更多的一个形态和可能性 不是我也会尝试去和各个化学科的一些朋友或是一些老师做一些交流 希望能带来一些灵感 对然后关于我的一些过去的一个背景一些字数 可以去看就是之前多月间发的这个电子游戏的文化困境 然后此外的话也在做这个就是开放的一个意见计划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站上面就能看到 我包括我去Curate不同的朋友们 他们做的一系列的这样的非常棒的一些 无论是游戏设计还是游戏本身的一个思考的这样一个东西 此外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播客大家也可以去听 然后这个分享的一个底本 其实之前想要给一群他们想参加跟见的人去做一个分享 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反思了一下什么 就是关于跟见的一个什么样的分享是我不适合做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想要去了解 怎么在跟见我这样的活动里面 获取更多的一个排名啊什么的 就是如此类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些不同人的分享 那么我在这样一个分享里我主要谈的就是大家都是中转的学生 相信各位一个搜索能力就会很高密度的谈一下 就是我觉得跟见很重要的几个方面 而此外在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跟见 包括行业的一个环境之中 就是我觉得强调一下 或者去回溯一下这个跟见 它最早的一个精神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可能要知道什么东西它是不能变的 或什么东西它是原来的一个样子 然后你再去看样子去怎么接受不同的一种跟见的一个形式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做过游戏啊 但是我觉得或许可以简单展示一下 目前做游戏的一个这种低门槛的一个可能性 最好是大家都可以就是去参加跟见 比如说很快6月份那个ZIGA跟见 你7月份的这个GNTK跟见马上就要来了 大家都可以自己试一下 然后可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这种情况 然后再谈一谈目前在做这个跟plus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大概一个背景 然后这篇文章 它就是这次分享的一个底稿啊 是是一篇文章就是发在果壳了 然后若瑶瑶也有 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做一个复习 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要怎么理解独立游戏对吧 对于很多人来说独立游戏是一个好像比较奇怪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个圈子里面也很多有人去有一些争议啊 但是我觉得获取一个很好的尝试是我们可以反过来 我们可以去从跟见这样一个活动形式去理解独立游戏 它里面的某种内在的一种精神吧 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环境 其实根正最早其实萌芽于上海的野岛 然后这篇大国老师的文章 它就谈了当时在大概2011年左右 当时野岛是怎么就是开始从国外引进这个根正的这个形式 并且当时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很有名的独立游戏 比如说FTL 那个就是Into Bridge这样的游戏的开发者 他们都是在一起玩的 就是当时其实有过一段挺特别 或者甚至有点乌托邦式的一段这种交流和实践吧 就是然后根正这样一个活动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游戏开发挑战 200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它已经在全球形成一个很好的一种氛围 比如说每年的一月份都会有个叫做global跟建 它全球每年这个时候会500多个站点 你想每个站点可能都有很多人 然后此外除了刚才说的global跟建之外 中国也有很多这种 就是我们自己不同人去主办的这样一些跟建 比如说去年的sega跟建 也就每年6月份左右 去年线上就有一千位以上的这样一个开发者参与 然后第零届的最早的跟建是在2002年 当时应该是GDC的一个附带的 GDC就是游戏开发者大会 它附带的一个活动 你看这个应该是Jonathan Bloch 这一个他们进行的第一届的一个GameGen 他们做了12个作品 并且后面在实验性与玩法工作坊上面展示 然后关于这个工作坊 它一直办到了今年 然后今年我也非常有幸 就是能够参与到一个工作坊 就是在也算是变相的GDC上展示了一下 之间的形状背后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思考 然后关于这个东西 就是我之前有做过一篇这样一个翻译 和对里面提到的很多游戏的一个简单一个介绍 大家也可以找来看 这要记住就是说 GameGen最早出来的 它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游戏行业的一个实验和创新的 然后那下一步就是怎么做 就是我觉得GameGen这个东西 它就好像大家会觉得 好像一定是很高门槛 很高技术的人去参与 但是其实它也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了解游戏的一个开始 一个方法 这个是我最早 这个是我参加的第一次GameGen 就是在16年的1月份 当时在厦门参加这个GameGen 然后参加那个时候 我真的什么东西都不会 对我只是在知乎上面 就是瞎BB写过一些 我当时好像还没开始写 对我应该是4月份才开始写 当时还没开始写 我就直接去参加了 我居然如此厚着脸皮 从2016年的1月份 一直到2019年的4月份 这三年度 我都是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参与到更正中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 类似这样的一些回忆 比如说这个是17年在巴黎的时候 我当时参加了巴黎的一次 他们的一个更正 比如说这个小哥他是程序员 然后这个是玉璧的一个一名设计师 这个是他们在那边上学的一些学生 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很多人 他们其实也完全没有这类的游戏 才创作一个经验 比如说这个程序员小哥 他都不会UNITY 现学UNITY 对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一个大叔 他就突然想做游戏制作人 然后就跑来体验 就是他也啥都不会 对 然后就是说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能够愿意去参与到 这样一个过程中来 然后慢慢的去感受 在每一次的对于一个游戏的一个构想中 你慢慢提升自己对游戏的一种感觉 所以里面很重要 虽然说现在肯定很多外面的一些比赛 他们会宣传 OK 这个是一个大赛 这个是一个开发挑战 那其实它的本质是一个 大家一起玩的一个派对 就它不是比谁更厉害 而是说大家在一起玩 然后一起挑战自我 其实大部分的一个更正 它是没有任何奖品 包括那个Lulandale 就是一个全球最大一个线上的一个更正 就是张老师这个海报做的很好 那个海报的背景 就是我这次参加这个Lulandale的时候 做的那个游戏 海报对我们游戏艺术的一位班长做的 哇 那很酷 对 他找到了那个游戏 对 那个游戏 我也很意外 但他拿到那个Lulandale的 就是评分小分 那个创新的第二名 然后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像Lulandale 它里面有什么 这个活动提供什么奖项 他说奖项就是你自己做的游戏 但这些事情其实不是抖机灵 而是说就是这样一个活动 它的一个过程是是最重要的 它远重要于它的一个获奖 然后这样的一种快速自作游戏的一个方式 实际上也开始被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 就是他我刚才说 它做一种学习的一个路径 但其实也在被作为更多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这个就是 大家肯定玩过那个 getting over it 他之前在GDC上面和那个RMIT的另一位老老师 就他们一起做过一个分享 就是关于每周去做一个游戏 以此来学习游戏设计 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很棒 就刚才谈的是一个这样一个偏身作为学习 那么就是至于到上手上 我觉得在工具上面这一点是可以做一些拓展 就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想到游戏开发 就是想到Unity 就是想到UIS 对吧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 就我现在来说 我觉得越来越偏爱一些 更轻量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大家玩到的可能书 然后包括携手吃吧 时间行装 我都是用这个Construct3去做的 然后也有一些像这个Twin2 专门用来做超线性文本的一些 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也有像PicoA的 Lafordia这种用路外脚本语言去写的 这种也是很轻量的 这样的一些开发工具 甚至你可以在游戏里面开发游戏 比如说这个是PS的这个Dream Universe 这个是任天堂的那个游戏程式设计 就是无论什么跟店 你参与的话 即便你用Minecraft做游戏 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 同样是一种创造性的一种行为 然后我之前在出户上面整理过一个 就是做个网页游戏分享给朋友 就是在一些朋友帮助下 我整理了一些 可能无需编程的 非常轻量的 最后可以打包成这个网页的一个index文件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Echo 或者直接放在像是BeatHub上面 我就可以直接分享给你朋友去玩 比如说这几个大家或许都可以试试看 那我这边可以简单试一下吧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这个是那个twin 我只需要打开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软件就能用 OK我可以叫一个名字啊 讲座 然后我来 然后他就出现一张一张这个表 对吧 可以打出啊 今天是不是 比如说5月28号 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用他的这样一个符号 这个最简单的 你写个是 然后再写个不是 OK 然后你看他又出现两个分支 对吧 你试你就说那去上课吧 对吧 然后 就打游戏吧 对吧 就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你再按运行 看到没有 他已经有这样一个东西了 你可以按是 那就去上课吧 你可以返回 不是 那就去打游戏吧 对吧 就是说我其实用 一分钟不到 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分叉的一个交互的这样一个模式 是吧 如果你学的更多 你可以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动画 你可以去给他增加不同的这种 参数去记录他的一些这种 比如说他目前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可以做得更复杂 但是这很简单 他就直接就开始了 对吧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叫BTC的一个 也是网页端的一个引擎 他他其实也非常清亮 他真的还有中文版 就特别有趣 他专门做这个小世界和像素画 比如说你看 没有只猫对不对 猫 那比如说他这个猫 你可以 你可以给他做动画 比如说你把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这几个 他的尾巴就会白了 对吧 尾巴还要三段 然后这个人物你也可以 就是动画 那么他在举手 比如说这个 他说我是一只猫 你是水 然后比如说 标题叫做 又是 又是躺平的一天 好 然后你按这个启动 就是躺平一天按Z OK你看你可以移动 就是关于移动 你可以听他对话 我自己指望你是水 对吧 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是 就是你可以直接下载文件 到HTML 你就可以直接托管到网站 然后比如说我自己用的这样一个 我可以简单 试一下 展示三分钟做一个游戏 比如说 哪个地方 我们需要一个 我这个不是带户 因为其实我不推荐 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引擎 就是说 OK我们这个就是主角了 好 那我们这个主角的这个图星要怎么移动呢 对吧 那我们就图星移动 那这其实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当 就是当我这个手指头 我按在这个 这个这个屏幕上的时候 我就让这样一个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位置 对吧 就是到我的这个 现场编程 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没有 就是他已经跟着我出标在走了 对吧 那很简单 那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在就创造一个 我们要躲的东西啊 躲的东西就给了一个大大石头吧 那比如说我们给他随便给他加一个 加一个bullet 加加bullet他就会一直往某个方向去走 比如说给他800 然后我并且让他越来越快吧 这样比较有意思 那我再给他一个这个叫做 有个叫做这个rap 就是说他会穿过屏幕之后 他就再回来 其实其实大家自己会写的话 他就是就肯定可以很好写 对吧 他就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了 那比如说下一步 那我们就让他 就说每一秒钟啊 每一秒钟 我们给他 立图上 让他创造一个这个东西的吧 那创造在哪呢 就创造在屏幕的最左边 然后比如说最左边的话 我们这个应该是1920吧 那1920 那我们就让他生存在0 或者是1800之间 那我们来试一下是不是可以 对吧 他已经开始生成了呢 好 那下一步也很简单 就是要做一个判断事件 就是说 比如说当当你这个 当我这个主角 和这个判断的时候 咋办呢 我们这个游戏重新开始 是吧 好 那我们我们来玩看看啊 你看 就是我碰到的话 这个场景就被清空了啊 就就等于是就结束了 然后那那你看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只需要加入一个计时器 他今天是一个 可以说是有一点点 可玩的一个游戏了吧 那比如说我这个主角是不是 太大了 我说应该变小一点 那他速度是不是过快了啊 就是诸如此类 这部分就开始可以进行一些微调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只需要把这个东西给他 就是导出啊 对 这个拖到成这个H5 然后你就可以放在服务器上 你就可以直接玩了对吧 我只想说的是现在的这样一个创作 实际上是他就可以非常轻量的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 分享的里面去 然后所以说再回到这个更正活动上 就是他其实就是他有两个限制 一个是主题限制 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个题目 就好像做问题一样 然后另一个他会给你一个时间限制 但我觉得这个所有的限制 他都是为了去让你更好一个去做记性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对自由创作有点误解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定的一个限制 他才能更好的一个激发一个创作 说这个是当时SIGA跟JEN的时候 当时的这样一个一幅图 但有些人就会有不同的解读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些人说这是垃圾分类 有些有些人就说 其实我喜欢的是男生对吧 然后我自己是做成了一个寻找自我 就是外面都是一些我不想要的 我想寻找自我的一个友情 然后这个当时拿了一个全场 最受欢迎奖的 这个还是你们的一个学长改刀 就是帮忙画的一部分的小动画 然后SIGA他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题目 比较很有特色 就是他都是用一些比较绘色的这种 涂的一个多异性 比如说他们就用了青年艺术家 邱兰丹的他的两幅图 来作为一个题目 我觉得这个后面回想起来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 就它是一种对于媒介之间的这种理解 和尝试做一种改编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游戏设计 或者是给自己游戏做一些这种 创造的起点的一个方法了 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大家参加一些跟店 不要太功利 并且说特别是不要什么提前就做完 然后带过来去玩 就是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个party 是大家在这上面 大家一起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然后投入到这个当下 但很重要一点 就是他把游戏开发和游戏设计 变成了一项 就好像可以像是一个艺术家 他去挥洒自己的灵感 去嫉妒一下某些瞬间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今天很多人缺失的对于游戏的一种想象的一种可能性 比如说大家知道 左边这个是印象派 就是默奈的一个日出印象 你印象派他带来了一个很大有变化 就是他是户外作画 他是捕捉光线 那么所以说他必须要在 比如说可能是在太阳下降的15分钟 或是20分钟内完成这样一幅画作 而不是像过去可能古典主义 他们要花好几年去画一个皇帝的肖像对吧 那是不是游戏 他也可以类似有这样的这种 我这个时候的状态 我这个时候一种情感我都可以拿去做 比如说右边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personal games 就是个人游戏的一种经典案例 就是就作者他分享了自己 可能做一些比如说性别认同的queer 然后他去怎么样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 并且怎么样遇到这样一个感觉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在这一篇我特别推荐给所有 就是游戏学生看的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BK也提到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要去玩的 就要去感受游戏的 不是去感受那种已经被商业打磨的非常没有棱角 然后可能也比较缺少这种 就你看就你觉得很完善了 已经很完备的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黑象一样 就是可能这个玉碧卡巴 这个游戏的团队比你整个系的人都要多 但然后你去从他的这个游戏里面去学习如何做游戏 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反颠倒的 但是你去玩这些由个人制作的小游戏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布满这种肮脏的一个指纹 就是这些粗糙的边缘和小缺陷 但是他这不会对他游戏表达的强化有任何的一个削弱 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根键 他带来的一种就是游戏背后的这样一个人 这种人情味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此外的话我觉得参加根键也有一个很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比如说这个是我和西城 西城他是一位游戏声音设计师 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之前在预避做了比如说Far Cry45 这样的一些比较工业这种3A大作的一个音频设计 他当时和我参加这个建筑场景 做了一个游戏 然后后面我们回忆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在谈 他觉得他在这个根据里面 他承担了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他感觉第一次好像为整个游戏在负责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作为一个螺丝钉 或是一个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提供者 我就是给你解决这部分的一个问题 他变成了这个游戏的一个owner 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游戏开发者 他他他真的这样觉得 所以说这样一个变化是很有趣的 大家也可以去听这个爱游行情 就是nex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博客 的这一期年 就有些小伙伴 他可能原来是后段开发 他就去试了一下前段 有些小伙伴可能是原来是美术 对吧 一直在被策划压榨 他就自己试一下 我是不是也可以做策划 我也可以做设计 这里面实际上你每个人 你都可以放下平常那些 自己的一个角色去探索一种 就是每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想法的发起者 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游戏创作者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吧 然后就也会有一个朋友 比如说他就是参加了这个更变 就突然找回这种游戏创作一个初心 然后结果他就离职了 这期实际上是在29期的播客 就是我们我和天思就是聊了一下 他就是从一个就是中大厂离职 然后现在就在做独立游戏 这应该也是那个游戏设计艺术的本书 这个作者 他说的这个意思 你做的前十个游戏都是垃圾 所以赶紧做掉了 但目前我可能做了50多个游戏吧 四五十个 然后但是 这个话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懵逼的 说说你看小岛就费才做几个 我怎么能做那么多个 但是他指的肯定不是像 比如说像一些很大的这种商业作品 或者完整的商业作品 他指的就是更像是我刚才提到这些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在思考一点 就是今天我也在思考一些关于教学的事情 就是我们去学习做游戏 或学习做游戏设计 我们到底是说 我们先去学好的编程 学好的美术 学好的音乐作曲 然后光他们这些叠加在一起 这个就是一个游戏吗 就是在我看到 我觉得恰恰 游戏设计的部分 就是这些东西 他们如何粘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他们之间那种关系 如何被构建 所以说可能我们去学习做游戏 可能也是要从一个一个游戏 就也是要把游戏本身当做一个最小的一个这种单位 就像你不是通过十字之后你就会写诗 你是通过写一首的按时再写一首 还可以是再写一首更好的诗 这样一个过程去去慢慢学会了吗 对我自己来说 软眼就是我自己会思考 可能要把每个一个游戏的构想当做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去慢慢的去拓展去验证 然后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啊 之前在17年在柏林的时候听当时妹子的一个开发者 就是聊的叫做micro games的一个传统就是超小型游戏 这个游戏它的全部就是就是你看到这样 就是四真动画 然后你按叉叉左右 它会在这个床上就是弄动啊 大家形象生动 表示大家在宿舍早上起不来的一个情况 它这个游戏就是传达这个点 就起床的不可能性 但这个游戏点就已经完成了 它也是可以一种是一种游戏的一种形态 所以说在我看来 我觉得跟这种是一个远被忽略的一个东西 因为实际上它 它可能是一个机会就在这个48小时之内 你可以拨去一个 比如说你做一个商业产品的考虑 对于这个工业创作预期 宣发要求等等考虑 你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 你就是只是为了做游戏本身 以及去尝试探索自己一个可能性 就我觉得或许这些游戏啊 比起3A大作 比起可能商业产品 他们可能更加监禁游戏的一个本质 因为他们没有被这些利益 没有被其他一些目的所做不过 所以我说游戏可能成为了他自己 他最轻盈可能也最真诚的一个模样 因为因为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商业收益 那他们也就不会被人反复的提起 被人反复的做 但我觉得它或许更加接近游戏的 本真的一个形态吧 刚才的那个分享就是BK里面谈的 他就谈他教学的时候 他可能会他他会让学生做游戏的时候 他会告诉这个学生 你做的游戏不能超过5分钟 因为因为他发现就是很多学生 他可能是冲着说 我能不能去未来去做那个 就是死亡搁浅 然后我来我来上这个读这个游戏 我相信肯定会有人吗 觉得他肯定是为了一些工业游戏 或是因为某些 比如说空母骑士 OK 然后我背后这个对吧 大家觉得我我特别喜欢空母骑士 我想做和他一样牛逼的游戏 然后这样进入游戏行业 但是他就在思考说他是不是应该告诉学生 其实你不要把它当作 你是上一个求职课 你实际上是在上一个诗歌写作课 他是一个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用 或者没有什么现实收益的这样一个 因为可能在在国外 就他所说的话 可能这个游戏教育产出的一个人才 远远的搭过的行业所需要的 他就说我们应该去鼓励学生去做一些 关于某些事物的游戏 而不是是一个某个游戏的糟糕的学生版本 比如说你可以做个糟糕的一个黑魂的一个学生版 你也可以做个以下结合的一个学生版 但是就这样的情况下 他是一个妥协的 对他因为你永远不会像他一样 有那样的一个创作一个空间 并且人家也已经做出来了 对吧 他希望学生能够做一个有关他自身的一个想法游戏 比如说你做一个 我想做一个关于我家的游戏 我想做一个关于我家的猫的一个游戏 而不是说我想做一个结合的 就是卡牌Build的一个rogelike的杀入 就是杀入践踏的一个什么样的根本 因为你可能做不到像他那么好 你没有你和他的时间 包括和他的这样整个经历都完全不一样 就是在他这点上 他鼓励学生把这些所谓的我的游戏 我的猫的游戏这种 他觉得破破烂烂的这种东西 把他真正的看作是自己的一个作品 并且以此为荣吧 所以他就给学生推荐了 就是他会要学生去试玩 刚才我说的这个Bits 试玩刚才那个说的Personal Games 而不是说去看黑魂 蔚蓝这些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大作 尝试在根本探索你喜欢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我最早可能是纯游戏设计 说白就是在后面下BB什么都干不了 那种人 后面可能是19年4月份时候 当时自己开始写代码 然后到后面我就可能目前为止 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去参与 然后可能和西城的合作是比较少 少有并且也是分工明确 就我意识到 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合作的人 对 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探索 你自己的一个喜欢的样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把根本变成你喜欢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参加了两次那个集合的BOOM 但其实在这里面 我都是做一些 我本来就想做的 大概的一个方向的一个主题 我是趁这个机会把它做出来 因为不管他后面他的评分怎么样 但实际上和我没有关系 对吧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里面 完成了我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 一个就大家要有自己的节奏 不要完全被这个根本的评价标准 外在评论带 就是给带着走吧 还有就是增加游戏的一个乐片量 像比如说大家去读 北影可能会有一个1000部影片的观影那样 对吧 那是不是我们游戏也应该有1000个游戏的 月有量 你有玩过1000个游戏吗 就而不是说你在某个游戏投入了2000个小时 对吧 那比如说我在DOTA 我指望前方 我投入了500个小时1000个小时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 你要看到游戏的更多样的一个形态 你才能给他有更多的想象 所以说最近比如 罗日间就在做一个 独立游戏预告片的一个自选集 然后在目前应该有200多个游戏了 一边在研究的过程中 一边搜集一些不同游戏的一些形态 然后做一个搬运 希望后面也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庞大 并且有一定这种taste这样的 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鼓励大家多看看一些更多人做的游戏 意思就是它不是完全属于工业流水线的 因为那种东西可能你会觉得你够不到 或者说它是另外一套可能的一条路线 但我不是说那条路线不好 我是说你可以至少在学生阶段 你可以多看看那些像你的同样的这种单人学生 他们是怎么就像刚才说的在推特上分享他的一些寄附图 分享他一些开发 特别去看看那些 就是路线的上 比如说各种更加上做的不那么好的那些作品 我觉得从不不那么好作品中 你可以学到特别多的东西 然后并且还有很关键 就是很对我来说比较关键 就是思考你自己对游戏的定义和想象 就是不是说别人告诉你游戏是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说游戏是一个哲学教具 对吧 然后你就觉得对游戏 我就要去做哲学教具 我说另一个人说游戏是消遣 那游戏是消遣 他说你怎么去定义游戏 你就做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在这个意义上 我离更多人去探索去回答 这样自己对游戏的一个思考和问题 比如说我就看有些人在那个提纲里就说的很好 就是他觉得游戏是一个传达情感的一个东西 那我觉得很棒 那你可能就可以顺着 这个陈兴汉或是Grace Vale 这样的一个路线往前继续探索 然后如果是你是做根据的话 就是记住一个游戏就表达一个想法就好了 这个可能也是对我来说吧 就大家总是想着把什么东西都加入到游戏里去 对吧 比如说各种那个什么 Craftopia那个游戏 哇 就是就是结局的所有东西都开放之间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一个游戏表达一个想法 甚至一个点子 可能十分钟就结束了 他就已经很足够 并他自己 这可能就是他最应该要的一个样子 是要对我来说 那然后简单谈一下 我现在在Nex做的这样一个事情啊 启动的一个叫研究创作的计划 就这个思路应该 现在国内是没有的 就之前没有过的 我们希望去做一些游戏 然后这些游戏是很轻量的 轻量就在于说 他可以真正被一些非玩家玩到 比如说 比如说我爸妈他们玩我做的那个 写实游戏就很开心了 他们自己还会读 然后并且我自己会去找一个对应的一个领域 比如说诗歌 比如说这次的时间哲学 书法 比如说还有若健发的这个禅 甚至说之后的心理治疗等等 就是这些不同的一些领域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找自己的一个领域 自己的一个进行一个探索 我进行一些研究 因为我自己觉得游戏是和其他事物 其实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界限 我们过去的一种 这个之前都会谈过很多 就是包括Bogos的也谈过很多 就是游戏像一个脱离了整个文化圈的一个巨大的暗物质 或是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球吧 它和其他的世界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些关联 它就自己在自己在发展 但我觉得其实上是有很多的一个机会可以打破它 然后并且我也会用这种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视频 然后可以用文章 可以用播客的方式去带来更多这种跨界的一些交流 然后其实国外有些类似的一些这个方向和成果 但这部分在国内还是少数 就是可以去思考一些 比如说说服性游戏 Persuitive Games 就是Bogos谈的 说他觉得一个游戏可以去抛出一个论点 做出一个statement 比如说实验性游戏 就是刚才说实验游戏工作坊 你看陈欣看在这边 然后那个Lending to Play 就是这个Niticase 他策展了这样一系列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会用这个交互式网页的方式 来展示这个新冠疫情 他的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疫苗 为什么需要带来群体的一个免疫 他用一个交互式方式去呈现它 包括这个信任的进化是关于博弈论 对吧 还搜集很多关于经济学 关于各种数学 各种这样的一种可视化的一些表达 包括那个就是USC的Tracy 他做的这个挖灯壶 包括这个关于你 我也翻译过 就是他把这个游戏当做一种哲学的一种新的形态 或者一种新的哲学的可能 当然这个也是我目前在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 包括国外的一个学者叫做Yes Perju 他最新的一篇论文就是写在游戏里 就是他那篇论文是讨论游戏内的一个物的 所以他直接用游戏去做就非常的清楚 他不需要再跟你发这个各种论文写作 第一个就是一个写手诗吧 就是其实就非常清凉 就真的也会有人谈到 如果没有玩的话 就是可以赶紧去玩 直接去 直接next或哪边就是搜索 应该就有吧 就是其实这个之前就已经出了两期播客了 就是一期是和复旦的一个青年诗人 他就是真的这个诗人 虽然他是一个就是对象王者 但这个不重要 就是和他在聊这个游戏和诗歌的可能性 因为他也写了很多游戏相关的诗 此外的话就是说和一个在美国的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博士 也是研究者在聊这个涌现叙事和生成叙事 就是叫艳养菌的 上集合的会有看到过他 就昨天刚刚在跳岛 也是上海的一个可能比较偏文化圈的一个播客里面 然后也和两位作者 作家就是BTR和朱发 然后我们聊了一下这个就是包括游戏中文学中的一些规则 还有物理播等等这样一些传统 以及可能游戏可以给文学给新的一个阅读吧 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 就我觉得他特别有趣的就是说 他只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但是我们却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去扩大它 或者说是去思考把它背后的这一条拉起的 可能游戏和诗歌游戏和文学之间 没有之前不可见的这部分的联系给他带出来 第二个就是这个时间的形状 这个是目前是第二期 然后这个分享就是已经在那个就是B站你可以在 那 next 或者多久间的那个频道里面找到 就是10分钟的一个分享 这个我就不细谈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然后但这个其实他背后之前 我们已经跟这个乔永辉老师啊 就是复旦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博导 我们已经有蛮多一些接触的 就是包括这种和他们哲学系进行一些沟通 进行和学术圈做一些讨论吧 然后也确实启发到一些朋友 比如说亚恒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在集合看到有些人 他看到他听着这些播歌 他也开始尝试做哲学游戏对吧 小窄 然后所以说对我来说 我的话 我可能会把每一个的这样一个跟进 当作一个尝试实验的一个机会 比如说这个是去年的那个 sega跟进我做的一个关于声音的一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的主要特色就是说 我是直接从浏览器这个web 端他内置的一个合成器 就叫web audio 这样一个API去调用的这些声音 所以在这里面碰撞物理的 他的一个声音全部都是生成的 这这点还是挺好玩的 然后包括进入禅境 包括这个刚做这个无 以及这个就是书法的这个书 这个是我目前可能更佛系 然后因为我使用的 刚才我展示一些比较轻量的开发嘛 所以说我的game chain 基本上也不会熬夜了 对然后可能总体开发时间 甚至还能打个几把极力大乱斗对吧 非常的悠闲 点就在于说大家至少参加根据的话 就是不要overscore 就不要想的太多 不要特别是你想觉得你做 我就要做一个背包系统 我要做个rogelike 哇这简直一想了就就就疯掉 就是说做游戏 我觉得大家还是最好有一个prototype 一个迭代思维 它不是一项一个盖房子 而是说你先去你先写个东西 让它能够跑起来 然后你再让它跑得更好 你要去找到你那个游戏里面 最关键的那一部分的东西 就是没有它就不可能 或你主要要验证的 比如我背后这个游戏 它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2D的一种战斗跳跃和AI之间那种博弈的 它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对吧 那比如说对一个情感游戏 它要验证就是说 它这个情感能不能存在到位 那你要把这个最关键的东西再做完之后 你再去夹一些什么花里八糟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对于跟参加根据的人的一个建议吧 就是其实然后虽然大家现在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根据 都是很多都是企业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组织举办 但其实在一球上面 每天都有无数的根据在举办 就是他们一个日历 你看一天的根据就有这么多 然后甚至有一个有一个根据叫做manifesto gem 就是专门让你写自己的一个创作宣言 我之前写的一个就是短游戏宣言 我觉得游戏要尽可能的短 因为这样就会尊重玩家的时间 也尊重你自己的时间 然后关于这个self care gem 就是他们是一个当时应该是16年 就是特朗普上台 然后美国他们有些人就就心情都很不好 他们就做了一个这种自我安慰的一个gem 就是如何用游戏创作 或是用创作本身来给人带来这种自我安慰和自我慰藉 这篇文章的报道我也做了翻译 大家肯定会看到我未来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证证 就他每一场活动都有很多的一个复杂性 比如说你看那些大公司 他们跟人是来找人才的 他们可能会给你提供很多的一些奖金 吸引更多人 那有些平台可能会通过那种很长期的一个跟键 然后来吸引到免费的很多流量 甚至有些跟键 一个月的跟键 做完直接帮你上线 就是免费产品直接到手 对吧 它是不同这个利益和利益的一个交织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作为创作者 还是本身最好是有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 并且自己的计划 当你计划和别人的一个计划重合的时候 你们可以做合作 双方都很愿意 那如果不重合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评分表 所以说希望在这样一个 跟这样的活动中 我觉得或许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活动 因为这些活动 你可能游戏它成为了它自己 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 去成为我们自己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那个这个是 这个是 gre